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利用管理的方式来增进提高供应链的这个Profitability 获利能力 那基本上呢这一节呢是来自于这个Chapel这位教授Kellogg也是一样 西北大学的这个商学院大概是在也是在全世界是排名前十名的 那他写的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叫供应链管理 那这个呢也是除了介绍给同学们了解之外 也是要跟各位同学们讲说这一个工业系的这个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在这个供应链管理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 这是一家公司 他们还东西滑雪的 那各位知道呢 这个利用这个地理上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是冬天 然后呢我们的东西最后卖不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就给他运营到南美洲 因为他是扩了这个是赤道 所以呢这个 这边如果是冬天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夏天 如果这边是夏天 这边是冬天 刚好两个是相反 所以呢这种显而易见的这个行动呢 就是增加利润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增加我们的残值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news vendor的问题 那这一个公司 他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在美国 然后呢剩余的 就给他明年的时候 换他们是冬天 半年之后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降低呢 你的所谓的缺货的所谓的这个margin loss 这叫想办法 去改变那一些数字 所以各位要知道哦 这一章的这一小节的重点 在跟你讲说前面那些数字呢 不是给定 你要想办法 去增加或减少那些数字 对我们利润产生的影响 所以呢为什么要去修这些课程 因为这些课程系统化的 跟你介绍的企业 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采用的这个方法 那当然有一些企业呢 每一个企业实现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能适用 但是呢 他会提供你一些不同的想法 脑力激荡 那基本上呢 这个是降低你的所谓的这个 边际损失 如果你缺货的时候 那显得意见的方法就是 你要安排呢 非常昂贵的备源的来源 比如说甚至从你的竞争厂商 也就是你缺货了 你的利润减少了 对不对 那你为了避免你的利润减少呢 你就要想办法去买 比较贵的东西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降低呢 你的需求的不确定性 然后我们接下来在这本书里面会介绍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改进了你预测 我们看一下 买了这个餐具 这是一家高档的百货公司 有圣诞节图案的 那这一种也是一样 因为呢 你是因为这个圣诞节呢 是欧美的采购的旺季 所以呢 台湾如果以台湾而言呢 为了配合他们的制造 配合他们的商品的需求 通常呢 我们的旺季呢 就是在秋天准备库存 那过了圣诞节之后呢 一二月呢 就是所谓的淡季 好 然后呢 但是这种销售量跟前面的这个一样 它的需求呢 是不确定的 然后呢 过了这个之后呢 你可能就没有买这个产品的需求 那你的价格就会降下来 好 所以呢 我们要去做这个需求的预测 好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这些产品 好 假设呢 你的订购成本是100块 你的销售量是250 你的产值是80块 圣诞节之后 这个赔本卖出 那假设呢 你的平均的 这个 这个标准 分配的期望值是350 那如果你呢 你估计的所谓的标准差 是150 那你就订购525 那你期望的 overstock定太多 就是187 那你期望的understock定太少 是9 那你的利润呢 是47000 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当你的标准差变小 在相同的期望值底下 如果你有办法改进你的预测 使得你的标准差变小 因为标准差代表不确定性 所以当你的不确定性降低的时候呢 各位 订购量呢 就下降了 甚至说 如果你没有不确定性 你是350 我就订350 不会缺货 也不会少货 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少 这不是一个完美 当然不可能 这是一个理想值 那只不过 在这个理想的情况底下呢 他跟你讲说 你的期望利润呢 就是52500 就是你的 这个 减掉这个150 再乘以 你的需求量 350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呢 你的没有 需求不确定性的时候 完全确定 这个是你可以达到最大利润 当你的标准差变小的时候 你的期望利润怎么样 上升了 而且呢 你不会订太多的货 你看 这个也下降了 你呢 也更符合顾客的需求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你讲 你要用一些比较好的技术 去改进你的预测能力 那现在最新的方法 当然就是用机器学习 所以各位可以把机器学习 想象成是一个精准的 预测的机器 我让你再出现 我今天会常看 前面给你 我平时 就是 我们